從容走進選委會 台中第二選區立委補選 嚴寬恆表態挺身而出 正式登記參選也等於正面宣戰 只是這幾天居住和房產問題 不斷被放大檢視 甚至還傳出外界開賭盤 看好林靖怡會贏三千票 2019年 2014年 請他自己查證清楚 做不實的指控 這爆料大烏龍 台中市海線屯區的選舉 不應該交給賭盤 是要交給海線屯區的鄉親 回應媒體人周玉寇的重炮攻擊 但周玉寇可沒打算放過他 繼續在臉書開嗆言寬恆 年輕時開檳榔攤開餐廳 居然二十六歲就能買下 七期別墅家是顯赫 也暗指嚴加黑金流竄 權跟錢來造成你有心無心的壓力 民主政治就不可能 是一個自由意志的表示 不論是斷層帶的問題 核廢料的問題或核四發電 他所說的發電多久的時間之內 能夠補上我們的能源的部分 他到現在還沒回答我 我們這樣在地方選舉的 很多年輕的參政人員 根本沒有能力討論什麼 會選這件事 連地方綁裝的資源都沒有 抓緊黑金議題 林靜儀團隊同一時間 也大動作開記者會 反對會選亦有所指 雙方隔空開嗆火花不斷 華語新聞紅石層吳明葉百雲飛 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加速部長 以及 lenderisk之間的 感謝 您可以下降